多个义务医护星期日晚离开理大 当场向警方提供证件 但仍然被拘捕 有医生说处理手法不人道 杜明慧报道 大批义务医护星期日晚离开理大 被警方折查 网上留出一张照片 多个身穿义务医护反光背心的人 被索带反绑双手坐在地 我们也收到很确切的情报 知道有些暴徒 是以换装变身穿着反光衣式 去冒认记者或者义务的急救人员 因此我们目前是会先拘捕 所有身份有可疑的人 我认识的十几人 他们全部是有身份证明的 他们当场已经给了身份证明 当场的警员了 所以我们也不是太明白 当他已经当场查证身份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作出一个拘捕 他又说有义务急救员 曾经被警方用枪指客 在利大提供义务急救的 战地外科医生Darren Mund 在国际医学期刊刺针发表文章 说医护是在前线提供人导支援 事件会阻害他们未来去前线帮手 又说医生的身份可以在医委会核实 另外他在星期一早早 致电红十字会邀请医疗队去理大 据他了解 医疗队等了超过两个小时才进入校园 又被警方限制三个小时救援时间 红十字会澄清 说与各方包括警方商讨之后进入理大 过程中未被延误或者阻撓 有线电视记者杜明华报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